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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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三上架的Shall We Talk 請來五穎梅聊天 她這日來做訪問 打扮又漂亮又性感 最近在金蕭大廈二 演一個又乾又瘦的神經質媽媽 演得很出色 和現實的她有很大對比 五姑娘離開無線九年 在不同電視台走一轉 有不同經歷 思想成熟了 2016年 她老公練海棠被發現偷食 她處理得很成熟 選擇原諒老公 感情受過考驗 提升到另一個層次 聽聽她說和練海棠現在的關係 是怎樣 她的包容 不… 烏魯二 我是野馬 雖然你們看她 就覺得兩件事 就好像和害人生 不… 看大人 你是一個男人 你想想 如果你有一個女朋友的男人 家人 是否應該要包容 是嗎 知道這件事發生 是對還是錯 你應該要接受 要不接受 要不可以 當你接受的時候 就要互相包容 經營的 感情是經營的 拍拖感情 家庭關係 也要經營的 在一個國家 人民也要經營 很多事情都要 所以我覺得 她和我經營的關係 經營得挺好 絕對沒有永遠童話 童話永遠就是 我三十歲前的 全部都是童話 因為當你和男生拍拖 最美好時間 我覺得夠了 夠皮了 我和你 拜拜 但我每個 九成都是做我朋友的 一夜站也好 或者拍了幾個月拖 那些 全部都是我朋友的 雖然我拍這次拖 對我來說是童話 因為我在最美麗的時候 決定和你分開 或者大家最美麗的時候 最舒服的時候 關係分開 我覺得在愛情的世界裡 我是有個童話的 但婚姻裡是否永遠童話 我想相信 應該可能有些人有 不過一定是 哇 億分之一 或者十萬分之一 但我不相信 在我生命裡 因為我知道我性格 但我覺得 我和她開始 很快就結婚了 很快我就和她在一起 多久 我和她結婚了兩個月 我就邀請她結婚 她害怕 就先訂婚 訂婚的時候 就結婚了兩個月 訂婚的時候 我就邀請她結婚了 五個月就結婚了 加上也不夠八個月 時間到了 而且我覺得 因為不是趕著嫁 我絕對不是趕著嫁 那女人來的 因為我一頭無水 總之我覺得 我覺得是你 我覺得是你 你應該會是 結婚那個男人 不結婚 都是同居那個男人 同居那個人 不是那些 三個月 兩年 不是那些 感覺 是黎芝介紹練生 你認識的 是 說來聽聽 黎芝介紹練生 給我認識 就是介紹幾次都失敗 介紹的時候 她應該有很多課 她自己都 那一陣子也很乾淨 不知道為什麼 那一陣子也很乾淨 我沒有理由乾淨 是不是 因為散餐 但是沒有興趣 誰不知 介紹了幾次 整天 都叫不動她 有一次她忍不住 她看報紙太瘋了 你不要介紹給我認識 她應該不適合我 你知道那些很緊張 很緊張 她很煩的聲音 黎芝的聲音 Gigi I love you 我猜到她的動作是這樣的 我心想 她不敢說給我聽 她之後才說給我聽 有一次很聰明 賽成門杯 賽完之後 在珠海 哪裏回來香港 晚上在Delvin喝東西 然後她就 連海台出來說 介紹美女給你認識 不是我 介紹美女給你認識 或者出來 我們是誰是誰在 她就來了 來到 有一個行李見到我 沒有什麼 我不是說 我沒有說我自己很漂亮 不過我不是醜樣 對不對 走到嗨嗨 很禮貌 十熟九頭 練我一堂的樣子 經常笑著 坐在那裡聊天 我想她的心想 當時只有告訴我 應該沒有什麼話 這些人沒有什麼知識 知識也沒有 對她來說 可能 聊了什麼 讀對星空 可能當了抗美人很有智慧 可能只是喜歡那些 可能她心目中覺得外國人 很瘋 什麼都不懂 沒有常識 沒有讀書 對她來說 豈有此理 一聊天 一說音樂 很奇怪 你喜歡哪首歌 一說一首歌 一說同一首歌 這個沒得說 再說電影 再談 那一晚就看得很開心 轉場很開心 轉了老懶 你主動提出 定婚 主動提出結婚 她是馬上說yes 還是怎樣 當然不會認識 說yes 放棄 一波樹森林 那些道理 她可能會喜歡我 我都挺受男人愛戴 其實很多男人愛戴我 都戴錶這樣戴 我真的有很多人 所以我要聲明 她都害怕 因為她自己未結過婚 我結過婚 可能別人有這些考慮 別人有家人 父母 我想這些考慮 和她加上 是否真的要五穎薇這個人 她那時說 哎呀 不要想我這麼快結婚 先拍拖 但她非常有禮貌 她非常有禮貌 然後一邊相處 一邊相處 經常見面聊天 我想在話題裡聊天 有時不一定說那幾個喜歡你 什麼字 我不需要經常說這些話 然後在相處的關係裡 我說你可考慮一下 如果2月1日 不知為何 1月1日很容易記 出糧 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定婚先 如果不結婚 你可考慮一下 最後一刻 她說 好吧 都沒有什麼 其實都沒有什麼 要交代 所以你不用怕 知道嗎 沒有四處 沒有人見到 沒有人知道 算了 我還很幼稚 我很充滿 我是一個充滿女孩 所以整件事 好像金魚佬 那樣 引導她做這件事 我說好 都要拍照 當時還沒有巔峰 我叫了我一個朋友 以前和她一起 一個有婦之婦 那個肥佬 肥佬 怎麼了 我訂婚 你訂婚嗎 以前拍過託你訂婚嗎 不要吵 你有老婆 出來 你幫我拿相機 拿相機 和拍照 見證 三文吃飯 這個前度 都是做這樣的 所以那個定婚 都是她做的 對 是 所以定婚的東西 都是她乾牌 買的 所以我們說 人生是否充滿了戲劇性 定婚後五個月 即是1999年7月1日 吳詠媚和連海棠 在溫哥華結婚 婚禮曾經上了明州封面 我請了42個人 包括家人 40個人 靜雞雞過去 因為我覺得第二次結婚 可能 我不知道 當時對方的家長想不想 但這些不是 我怕別人整理 我想做新聞 因為我樣子太差 我很喜歡做新聞 我八卦 是非 我樣子太像 這些人 八婆 什麼都是你爆出來的人 但永遠都是我最口密 最保護到朋友 兩頁插刀 就是我這些人 天賜良緣的第二段 我的婚姻 我覺得是一段 一突的關係 我很感恩 天安排了兩段婚姻給我 五穎薇 1989年 認識給她大31歲的會計師行合夥人 翁江培 兩個人拍胎一年半 她參選亞姐之後 1990年結婚 但婚後13天 翁江培突然因為心臟病發離世 她跌入人生谷底 第一段婚姻 翁先生是一個 如果沒有她的教導 做我丈夫 我很感恩她成為 她肯娶我做老婆 第四個太太 她說過不再娶老婆 她這麼有成就 這麼有事 不只是說錢 不 還有一個聰明智慧的人 她願意給一個 這麼天真無邪 這麼真誠情的人 令到你肯第四次結婚 不容易 很難 我覺得是真的 她娶了我 然後在那段時間 雖然短短一年多的時間 她教導了我怎樣做人 還有怎樣做一個女人 女人你收了信用卡 你怎樣用法 她教導得我很好 所以我自己 之後 譬如我交朋友 男朋友 或者很多 稍為有些銀兩的人 會追我 我都會 很有品 我知道我這樣說 所以很感謝翁先生 第一次婚姻 所以我覺得 天賜良年給我 一個好老師 好的伴侶 還有我真的很愛這個人 阿翁先生 第二次婚姻就是煉先生 也賜給我一個很斯文 還有一個 我的性格比較火爆 急性 還有衝動派 她是一個比較內斂的 天蠍座 甚麼都放在心裡 很多事是很冷靜的 很多事也是 逆思逆友這樣教我 我覺得一對關係 原來是 原來是 不要只當成夫妻 當成是朋友 很多很多 你當是角色轉換 她亦是朋友 亦是老師 亦是敵人 亦是情人 亦是貓 即任何一個角色 你就會勢水長浪很多 所以我覺得關係 其實是要保護 和維繫 怎樣維繫 沒有童話的世界 她對我 我猜她對我 亦是很包容 可以了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你傻的 或者你很瘋的 是野馬 總之 你差不多會回來 這隻野馬 因為我是這樣的性格 不會分數 沒有人可以信服我 一生的 因為我不想讓人信服我 總之我做的事 我支持我做甚麼 我想做的事 我想做的事 我不是很膚淺 想做甚麼 生個兒子 拿個事後 拿個影后 沒有想到那麼多 事物來自然就會來 你做甚麼就會去哪條路 所以我沒有想那麼多 剛好我有沒有小朋友 剛好我的夥伴又那麼好 我另一半 又那麼好 又那麼包容 剛好大家的時間 時間 又可以給大家那麼多空間 為什麼不好好地去學一些東西 做多一些東西 想做就去做一些東西 那我這邊又沒有父母的負擔 他那邊又沒有 父母的負擔 也沒有甚麼壓力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都很愉快 人 作為我個體 我很愉快 自私一點 這樣說 我覺得很愉快 沒有人給我壓力 所以我就是一匹野馬 五穎薇在圈中契了一對弟妹 就是陳山聰和陳敏芝 其中因為陳山聰的私人感情問題 五穎薇和她絕交六年 她們最初是怎樣變成老友的呢 大堂雙龍轉的時候 就因為大家要活出半年 在外地周遊列國和莊偉健 就跟她熟了 沒有我們戲 我們兩個經常出去吃飯 去玩和同事 楊二 開始熟落了 真的變成楊二 她 李梓雄 整班都變成朋友 不得了 阿熙 阿楓 所以 第二年 不知怎樣 突然跟陳敏芝 廢柴 跟她沒有拍過 那時也沒有拍過 她很搶 很搶是港女 認清認妻 喜歡 想契 就契了契妹 契媽契哥 契弟 契姐 就在大潭那時 那時想契 我是雙面人 我永遠拍甚麼劇 都不會有很多人吃飯 不是擺姿態 我是比較孤僻的性格 我是一些雙重性格的人 我覺得我上班 吃飯 我又不喜歡吃飯 我自己躲在女生 例如TVB 我躲在女生室 和助手兩個看劇本 她買飯給我吃 我是獨家村 我有這個性格 所以很多時 幸好她的包容 會搶我 我才會出來吃飯 多年 交到多年 保持到 維繫到 多年兄弟姊妹關係 最生氣就是 不是突然人 在睡覺半夜 三更四點 打電話 說跟你不做朋友 我相信 那一刻 她真的這樣打來嗎 她不是絕家 她說 你以後不要找我 我好 她說 先收錢 我也是很烈的 真的很爆 我不會說 我不用 我不用 要說粗口 說粗口 太陽 要說粗口 好 不找你 收錢之後 醒醒醒 四點鐘打電話 跟我說 你以後不要找我 我真的相信你 因為我就是相信這件事 所以我們六年 還是幾年 交惡了 沒有見大家 我覺得 明明中有些安排 然後真的沒有找到 後來康復之後 她說 原來她是 當然她覺得 真的不對 的確是不對的 說真的 她這樣 很難得 很難令我這樣接受 我又不是太小器 總之有原因 是真的 好滑 不會那麼容易 說好滑這個字 一定有些原因 所以我覺得浪費了六年時間 見面之後 她在她結婚 她多謝很多人 我這一刻 我很感動 她說 其實她一直都很想 她後來跟姐姐說 都說 其實都很想 很掛念我 很想我找回她 她經常想著我 我覺得很感動 因為 原來過去幾年 你經常想著我 我會是 我沒有朋友 我把朋友斷捨起來 就很多 剩下三分 譬如當我三分三 我剩下三分一 再少一點 我開始知道 我自己需要什麼 所以 那一刻她說 她在等我 而且很想 不要分離 兄弟姊妹情 我覺得很感動 然後 我覺得她在婚禮上高 她多謝這個 多謝那個 多謝父母 多謝珍姐 多謝什麼 多謝誰 最後我沒想到多謝她 那段影片我沒有播出 敏芝 多手找一個又是敏芝 她說了 她說了 她就無聊 拿著手機拍下 她這樣拍下 她多謝我 她說 一個人會特別多謝 我以為不知誰 她是老婆 她說 我沒想到今天 她真的會喝到我的餐 她多害怕 她結婚 我喝不到她的餐 嘩 我的眼淚已經流出來了 坐在那裡 我含著眼睛聽她說 然後全場很多人哭 我自己的眼淚湧出來 她說完之後 我忍不住 我自己 丟下所有人走出來 我抱著她 然後 不知誰 愚愚愚 把咪給我 然後我 我抱著山上 我哭不得了 全場的人拍手 歡呼 那一刻 每個人都看著 我和她好 然後 我拿著個咪 不知為何 我記得說一句 對不起 這麼大個人 還要吵架 全場有個笑 我浪費了六年 或多少年時間 真是對不起 就是這樣 我那一刻 她結婚那刻 是對我人心裏 很重要的畫面 她斟茶給我 她和多謝我 不是因為她多謝我 我覺得很威水 還是怎樣 而是那個感覺 不是真的有血緣關係的人 但是 這份愛 這份兄弟姐妹的愛 就算是很冷血的我 我都會 不會斷捨離你 我不會再和陳先生 充分開 如果有機會 讓我約一個人 出來見面 或重聚的話 我想 約我媽媽 因為我媽媽 在2002年 已經離開了我 我一生人都很樂觀 什麼都可以 但原來我發覺 最受不住打擊 就是這個女人 她的離開 令我受不住打擊 我很想重聚 和她多聊天 我覺得她離開 我那段時間 掙扎那個病 三四個月左右 那段時間 我和她聊了很多 但我覺得不夠 我想重聚 想說多些事給她聽 我想說多些秘密給她聽 媽媽 希望很快 見到你 好像很抱歉 但我很想見到你 所以 我想快一點 和你重聚 和媽媽 我想下一輩 我做你的媽媽 I love you 是 我下輩 我下輩 我重聚 我來 感谢观看